陸涵霸气互端 事后坦言自己没控制好脾气 据台湾媒体报道 热血街舞团7日播出团队匹配一V1选择 不过王佳儿与陆寒的成员李月与莎莎 却要求希望能够2V2 此举引起各种议论 就连另一对陈伟霆与宋茜的成员都看不下去 并严厉制止 身为召集人的陆寒健壮 赶紧跳出来为成员说话 并撂下重话对其他人说跟你没关系 但最后仍尊重大家的决定 李月与莎莎以双人搭档之姿参赛节目 但目前赛制为单人对决淘汰赛 他们却恳求召集人给予该项特权 并向欲挑战的对手喊话敢不敢 此举让另一堂队的成员RK看不下去 当场斥责 不公平 很不尊重人 遇到他们的话真的要教育他们 求人家 又要this 为什么 想做的是什么 是想说你们真的很厉害吗 很厉害的话就拆开 身为李月与莎莎的召集人陆寒 健壮则是向搭档王家尔说 我的意见是留他们俩 不管公不公平 这是我们队的内斗 陆寒接着跳出来跟另一团的成员说 其实没有影响到你们的淘汰权 这是我们队的内战 其实跟你们没有关系知道吗 陆寒事后坦言自己稍微没控制好脾气 但认为对方煽动情绪的举动不太好 其实每个人都想给自己来一个机会 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成员RK虽然最后接受陆寒的说法 但反观RK的召集人陈伟霆不认同 本来定下的游戏规则就是这样 来到这个舞台就得接受一对一对决这个现实 RK说的是非常有道理的 最终 陆寒将决定权交给成员间决定 没想到不仅多数成员都无法接受 就连被挑战的成员不同意 当下那一刻我的感受不好 我没有得到尊重 所以没必要接受 而在双人搭档的梦想破灭后 李悦与莎莎忍不住落泪 选择了想单挑的选手 接受一对一的结果 身为李悦与莎莎的召集人陆寒 健壮则是向搭档王嘉尔说 我的意见是留他们俩 不管功不公平 这是我们队的内斗 陆寒接着跳出来跟另一团的成员说 其实没有影响到你们的淘汰权 这是我们队的内战 其实跟你们没有关系知道吗 陆寒事后坦言自己稍微没控制好脾气 但认为对方煽动情绪的举动不太好 其实每个人都想给自己来一个机会 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成员RK虽然最后接受陆寒的说法 但反观RK的召集人陈伟霆不认同 本来定下的游戏规则就是这样 来到这个舞台就得接受一对一对决这个现实 RK说的是非常有道理的 最终陆寒将决定权交给成员间决定 没想到不仅多数成员都无法接受 就连被挑战的成员不同意 当下那一刻我的感受不好 我没有得到尊重 所以没必要接受 而在双人搭档的梦想破灭后 李悦与莎莎忍不住落泪 选择了想单挑的选手 接受一对一的结果 选手欲破坏赛制遭群攻 陆寒霸气互短 跟你们没关系 据台湾媒体报道 热血街舞团7日播出团队匹配 一唯一选择 不过王佳儿与陆寒的成员 李悦与莎莎 她却要求希望能够RVR 此举引起各种议论 就连另一对陈伟霆与宋倩的成员都看不下去 并严厉制止 身为召集人的陆寒 健壮赶紧跳出来为成员说话 并撂下重话 对其他人说跟你没关系 但最后仍尊重大家的决定 李悦与莎莎以双人搭档之资参赛节目 但目前赛制为单人对决淘汰赛 他们却恳求召集人给予该校特权 并向欲挑战的对手喊话敢不敢 此举让另一团队的成员RK看不下去 当场斥责 不公平 很不尊重人 遇到他们的话真的要教育他们 求人家 又要DIS 为什么 想做的是什么 是想说你们真的很厉害吗 很厉害的话就拆开 身为李悦与莎莎的召集人陆寒 健壮则是向搭档王家尔说 我的意见是留他们俩 不管功不公平 这是我们队的内斗 陆寒接着跳出来跟另一团的成员说 其实没有影响到你们的淘汰权 这是我们队的内战 其实跟你们没有关系 知道吗 陆寒事后坦言自己稍微没控制好脾气 但认为对方煽动情绪的举动不太好 其实每个人都想给自己来一个机会 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成员RK虽然最后接受陆寒的说法 但反观RK的召集人陈伟婷不认同 本来定下的游戏规则就是这样 来到这个舞台就得接受一对一对决这个现实 RK说的是非常有道理的 最终 陆寒将决定权交给成员间决定 没想到不仅多数成员都无法接受 就连被挑战的成员不同意 当下那一刻我的感受不好 我没有得到尊重 所以没必要接受 而在双人搭档的梦想破灭后 李悦与莎莎忍不住落泪 选择了想单挑的选手 接受一对一的结果 罗志祥8号放闪光 女友周扬青 每天都快乐 38岁的罗志祥 小猪 自从2015年大放任爱 小9岁的网红女友周扬青后 两人爱得越来越高调 小猪今天在微博隔空 向女友祝福 8号快乐 周扬青随即爱的回应 每一天都是8号 8号快乐 网友交叉比对 其实周扬青早在2011年10月8日 就曾发表一张是指紧扣的照片 当时还甜甜的留言 谢谢你走进我的生活 让我忘掉过去 并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8号快乐 我爱你 原来两人当时就已交往 还疑似选定8号为双方交往纪念日 林青霞退隐真正原因曝光 竟是因为一张血床被誉为影坛第一美人的林青霞 日前出席2018香港国际电影节讲座 除了大谈昔日与秦翰 秦祥林合作的往事 笑谈他们都是好人之外 也透露自己退隐影坛的真正原因 其实卖作电影《笑傲江湖爱爱东方不败》影响他很多 尤其是下戏后的一张血床 林青霞不仅是文艺片巨星 转战香港影坛之后仍是票房保证 却在当红之际急流涌退 嫁给富商行李 根据港媒报道 林青霞在讲座上透露当初拍《笑傲江湖2》 东方不败最后一场戏 当时他被李廉洁演的灵狐冲用剑舍中心口 角色当场染血而亡 拍完该片后 累到筋疲力尽 他回到酒店后连戏服都没换倒头就睡 隔天醒来发现白色床单都染红 让他心头萌生退役 很想有一个家 于是他告诉自己要有一个大转变 结果遇到行李 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港口 也帮助他安定下来 范冰冰李晨再换微博头像 两人街头大秀恩爱超乎想象弟弟范诚诚 在选秀综艺节目 偶像练习生成功以第三名出道后 之前一起把微博头像换成范诚诚照片的子子范冰冰 以及准子夫李晨 也不约儿童一起再把微博头像换成情侣照 而且这次的头像明显经过设计 两人分别以Q版公仔形象现身 分别抱着一部分新型图案 合在一起就是李晨与范冰冰一起抱着整个爱心 刚巧同一天也有网友在上海某商场拍到李晨与范冰冰一起逛街 两人在手扶梯上更是全程抱在一起 丝毫不在意周围人的眼光 即使是一般民众也很少这样肆无忌惮的 网友忍不住吐槽 真是秀恩爱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一能镜子抱下巴变长下唇变厚 原来是因为这样女星一能镜日前在微博贴出录影空档的新照片 还发文体型粉丝 今天的照片怪怪的 有没有发现 感觉下唇特别厚 下巴变尖了 两甲也拉长 原来一能镜是跟读者分享戴牙套做矫正的心得 他说已经戴了将近30副牙套 因为米粒妈 医能镜子称 戴着牙套录节目呢 牙套戴着 下唇 就会往前凸一点 明显感觉牙齿移动了位置 牙缝拉开 好的齿恶矫正 不是牙齿整齐而已 而是脸型的美感也能设计 医生真的很重要啊 有趣的是 许多医能镜的妈妈及粉丝都来留言 请教他如何为孩子挑选适合的医师做齿恶矫正 还有人顺便也谈起幼儿托育的问题 整个留言串完全变成婴儿与母亲 感觉非常温馨 林青霞退隐真正原因曝光 竟是因为一张血床被誉为影坛第一美人的林青霞 日前出席2018香港国际电影节讲座 除了大谈昔日与秦翰 秦翔林合作的往事 笑谈他们都是好人之外 也透露自己退隐影坛的真正原因 其实卖作电影《笑傲江湖爱爱》 东方不败影响他很多 尤其是下戏后的一张血床 林青霞不仅是文艺片巨星 转战香港影坛之后仍是票房保证 却在当红之际急流勇退 嫁给富商行李 根据港媒报道 林青霞在讲座上透露当初拍《笑傲江湖2》 东方不败最后一场戏 当时他被李廉洁演的林胡冲 用剑舍中心口 角色当场染血而亡 拍完该片后 累到筋疲力尽 他回到酒店后 连戏服都没换倒头就睡 隔天醒来发现白色床单都染红 让他心头萌生退役 很想有一个家 于是他告诉自己要有一个大转变 结果遇到行李 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港口 也帮助他安定下来 有一个大转变 我说是 就是